大家听得懂吗?开心吗? 所以啊,大家要明白啊,我们不能让心灵破碎 为什么?很多人说心灵破碎,就是我已经想通了 我已经不想活了,就像刚才那个发言的 他说我不想活了,你们知道吗?有些人真的很可怜呢 这个妈妈,你知道吗?现在爸爸妈妈都不敢生病啊 生病药费很贵啊,大家听得懂吗? 药费很贵,付不起啊,那妈妈的说 你们不要给我治了,不要给我治了 孩子说妈妈,再贵我们也治 那么妈妈真的是可怜的,他们在医院里掉的盐水 一天几万块钱,难过啊,对不对啊 你看母亲爱孩子,他们怎么爱的 看见孩子赚这点钱不容易,知道养不起自己 就趁孩子不在的时候,就拔针啊 这是我听一个医生讲的,就把自己的针拔掉 晚上的时候,孩子藏在边上陪业的时候睡着了 妈妈就把针拔掉,拔掉之后就这么走了 你们想想看,妈妈就是说怕孩子多花钱 想想看,我们对母亲好到几分 所以学佛的人首先要有孝顺父母的心 但是这个孝顺父母,看大爱还是小爱 我们爱千千万万的父母,我们才能爱到自己的父母亲 我们爱千千万万的众生,我们才能把自己才算众生爱进去 所以观世音菩萨爱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众生 所以观世音菩萨才能成为佛的化身 才能成为慈悲的化身 你们大家想想看,地藏王菩萨说了 地狱不空,世不成佛 地狱空了吗?没有 就是因为地藏王菩萨有这么大的愿力 他才成为菩萨 我们今天学佛,我们也要有愿力 我们要救度所有有缘众生 我们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要让学佛的人变满世界 我们要让世界上有苦有难的人都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救度 难道我们这不是菩萨吗? 我敢说今天坐在这里的就是菩萨 所以希望大家跟着台长好好的学 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很多的愚痴 我们埋怨自己说 哎呀,我怎么这么没能力啊 怎么这样,怎么这样 实际上并不是你没有能力 是你什么呢? 因为是你自己不能掌握很多的尺度 是你心中的贪念 让你自己的人生遥遥欲坠 台长呢,过去呢,就是说下午看一场 晚上呢,基本上是不给大家看图灯的 但是呢,这么多的人都来找台长看 你想想看,学菩萨 菩萨的心啊,很难过 看见大家有病啊,就像自己生病一样的 这叫同体大悲 所以台长今天已经到了新加坡了 我豁出去了 再给大家看 有什么办法 众生多呀 就得给大家看图灯 对不对啊 但是,鼓完掌之后 台长还要说句笑话呢 我跑到 接下来过几天到马来西亚开发会了 我在马来西亚有说 台长又豁出去了 其实,救度众生 就是要时时刻刻 永远不要忘记众生 要大慈大悲 你们懂吗 台长,最后跟大家说 人生其实就是想什么得什么 只不过你们没有抓到这个方法 你们知道吗 想什么得什么 实际上,菩萨已经给你们了 你们大家想一想就是的 如果你好好的 照着菩萨的这种理念 佛合理合法的去征照佛理佛法 去做 你一定能想什么得什么 大家知道吗 我反过来告诉大家 你比方说让孩子好好读书 孩子一定能够考上好的学校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你好好的做菜 你做出好的菜 你好好的救人 你一定能救好的 把人家救好 对不对 用心来做 那么反过来说呢 你想烦恼 你也得烦恼 因为你想什么得什么 对不对啊 你越想烦恼 你越来越烦 所以要记住 我们要想好的 少想不好的 所以把烦恼抛开 把烦恼丢弃 我们会迎来更多的 美好的 我们的心灵的春天 所以台长希望你们都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言 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言 心灵法门在短短的两三年当中 已经将近有五百多万信众 以后会成几何数字的 那么就是你们这些人在救度众生 就是全世界的有缘众生 佛子 未来佛都在做这个工作 台长 替观世音菩萨 谢谢你们 我希望你们要更加的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 因为这个就是佛缘 好了 大家要记住啊 我们今天台长呢 跟大家呢 讲就讲到这里了 那么过去呢 那就知道台长要下去 下去呢 要换个衣服 因为衣服全部湿透了 但是呢 台长呢 看到这么多的众生在这里呢 台长呢 很开心 而且大家呢 跟台长感情这么好 气场已经接好了 我一下去呢 又断掉了 所以呢 现在台长呢 决定呢 轻伤不下火线 继续给大家看图灯 好不好啊 好 那么 跟大家 看完图灯之后呢 我会在当中啊 最好大家看图灯当中呢 能够问一些 比方说 玄学方面的问题 或者就是 佛法方面的问题 或者一些 大家都听了很喜欢的问题 不要 我 我 我 当然没办法 上来能够抽到号的人 都是我 我 我的 没办法的 如果有一个人 能够问一个人家 或者比方说 哎 台长啊 油灯啊 这个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放啦 或者 比方说 你为什么 天上我愿意上去看 低下 就不愿意上去 下去看 所以很多人 经常说 我自杀的舅舅 陆台长 你帮我看看好吗 我 我手都发抖了 你听得懂吗 如果说 陆台长 我昨天做梦 做到观世音菩萨 好 我帮你看 哇 看得可开心呢 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告诉大家 要好的念头 来引导你好的思想 明白吗 你们只有在这个level里面 就是在 你们比方说 我们是人 我们在人间 解决不了人的问题的 我们只有菩萨 来解决人的问题 就犹如 我们是中学生 我们永远不会把 美门功课 中学生都做完 我们只有到了 大学生的水平 博士的水平 硕士的水平 我们才能把中学的 科目做好 所以我们必须 菩萨的这个境界 来改造我们人间的烦恼